賈靜雯修邀出席皮劇品牌 新包款系列特展活動 迎演出夯劇 我們與二的距離 宋喬安一角 讓他在睽違台灣影壇多年 在自己實力派演技 受到高度矚目和討論 因為中間可能有一段時間 沒有在台灣拍戲了 那我自己其實對於劇本 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我這次真的很開心 因為真的沒有想到 就是喬安姐的魅力 是如此之大 然後我要很感謝與二 真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還有所有的演員 都是互相 你知道這種很過癮的是 你互相會給對方很大的能量 就會激出一個很不一樣的火花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部戲 是眾人拱出來的 那我也很開心 因為還是要講一句話 就是觀眾不是只有七歲的智商 觀眾是雪亮的 我覺得我很開心 這大牛有看過嗎 他看了兩集 因為他現在人在讀書 基本上沒有什麼時間看 那對於他看的那兩集 正好是我電視台八標的兩集 然後他就有點嚇到說 哇媽媽原來你可以這麼兇喔 我說嗯 他說你平常對我太好了吧 我說你要看我這一面嗎 他說你留在那個演戲上面就好了 不只在事業上華麗回歸 家庭生活幸福美滿的蔣經文 姐姐日子才剛過母親節 說起寶貝女兒滿臉溢不住的笑容 喔 伯伯很可愛 他做了一盆康乃馨 然後還會唱那個母親節的歌給我聽 雖然真的對他唱歌的方式 覺得音準太像我了 我決定要找音樂老師給他 好好調教我手下 然後玻妞像最棒的是 每天都像讓我覺得像過母親節 就是他每天起床都會說 媽媽我愛你 媽媽我愛你這樣子 就是他是一個很嘴甜的小孩 超級嘴甜 因為玻妞是雙魚座的 就是會很撒嬌 雖然他臉長得很兇悍 但他還是很撒嬌 他現在是波波媽媽 就是玻妞是他的那個範疇裡面 就是他要負責的 所以他早上起來 玻妞起床都會找玻妞媽媽 也不會找我 所以我現在很開心 他現在升格當小媽媽了 他們現在在玩半家家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當媽媽的寶寶這樣子 玻妞就常常就是 就是我包包放著他就飛起來 然後玻妞就拖著包包在地上走 然後穿著我的高跟鞋 或者我的 他們現在自己會開鞋櫃 跟就是拿包包這件事情 他拖著包包在地上走 你會生氣嗎 怎麼可能生氣 就說乖 給媽媽 這不是你的玩具 就只能把它再收起來 只能怪我自己沒有收好 因為我包包都會隨處放這樣子 不過在魚餓劇中 誓言自己女兒的童心巧巧 日前被抱真實的媽媽 在母親節前夕癌症過世 而牽扯出大量的家務室 對此賈靜雯這樣說了 我還是回到一句話 就是家務室的事情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都不能夠說些什麼 因為講什麼寫出來或什麼 都會對他們會有影響 我真的覺得我的立場很尷尬 是我覺得我也是一個媽媽 然後我也很站在小孩立場去想 所以我覺得任何的多的聲音 對他的成長都是會有些影響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 就是在道德上面 都不應該多在這件事情上 多給些什麼聲音 甚至說他很專業 就是我們在工作上面 他是一個非常敬業的小孩 不方便多說什麼 竟已站在母親的立場表示心疼 意外讓賈靜雯身上多了一個話題 安全論超級由東明採訪報導